这是我在这住了好几天的酒店 收拾收拾,然后就走了 检查一下东西先 之前老师走的时候不检查的话 就会丢东西 很多有些东西就会忘拿 然后今天准备把车去给保养一下 开了6000多公里了 拎着我的大包小包,走吧 现在的这个里程数是6381 然后在地图上找了一个4S店 准备去看一下 我手保的时候 其实才不到2000公里就去做了手保 手保是在河南的时候做的 现在到他这边的一个4S店了 从河南跑过来之后 跑了6000多公里 现在是手保,手保做得早 现在是第二次保养了 现在是到张业了 在其他地儿有的地方那个保养 都不让客户看 我们这边小地方 现在大一点 稍微正规一点 他车间不让客户进来 我们现在就是个张业这边的手机房 换了个5000公里一换 基本上差不多够我在跑一段时间了 本来准备去新疆的 新疆现在不敢去了 哦 现在看到我这个车 哦 对 西宁的话到时候 你直接去到这个移民大道 朝那边走 他有一个走西宁的路 啊 300多公里 但是 建议白天走 不要晚上走 因为张业到了明乐过了一步 和那个西宁交接住 他有个大阪山 啊 那个 路不是特别好走 有一段路 在大多数路都是那种国道 对那个就是高速路啊 嗯 去翻一座山 那山的话不好翻 啊 它底盘各方面都还可以 哦 这个这车就说白了 这车 维修成本比较低啊 嗯 说白了这车配件好找 也好修 哦 看看这个车下面 这应该能跑到下次保养了 那东西说不定 有的时候 你看一下吧 你开一段时间 你开个 你看一下 这下不下 如果不算的话就 有的时候 可以即刻打开观察一下 这个 这个应该现在我看 刚看 应该没事 啊 这个没有 这个都够的 我看了 这个刹车有点多 都没有钱 刚刚把那个保养给做了 后边就没啥可担心的了 这个保养下来一共花了205 机油是挑的那个120的 以后有50的公司费 还有一个几率35 一共是205 也还好 我手稿的时候是在 没在他们那个 我买车那个店座 是在那是在外地的那个 三四店座 这边这个师傅还是挺热心的 我在那站着 然后给我讲了好多那个 那个东西 然后让我再注意一下那个 应该冷却液吧 这个基本上是看着他把极油区率坏了 然后还把挺细细的 还把我那个车的骨头上的那个 那个狮子也给也给去掉了 现在现在一点多一点多一点多 一点多我看一下是往前走呢 还是在这停一下 才一点四十五